南投消防局和山搜益銷人員挺進山區搜救 找尋失蹤的黃姓登山客 但經過兩天的搜索最後找到人了 卻已經是一具冰冷遺體 從這裡掉下來大概600公尺 60歲的黃姓登山客來自新北市19號凌晨 和太太等17名山友 組成登山隊單攻中橫四蠟之一的百股大山 海拔3341公尺 但回程時黃姓登山客卻在三角山附近迷路失聯 他的太太表示一開始有試著打先生的手機不通 趕緊請領隊協助 當下先讓其他隊員照原定行程下山 一直到晚上7點18分 黃姓登山客還有和太太通話 表示在山裡迷路 之後電話又不通 20號一早家人通報警銷協循 最後在思彥池山追山前 照折地營地下方大約600公尺的深谷 發現黃姓登山客的身影 因為白股大山他是屬於台灣的百岳 當天來會攀登這種方式 他攜帶的裝備比較少 那付出的體力也比較大 在這個中秋連假當中 在白股大山總共有兩位民眾這個迷路 那另外一位民眾他是比較幸運的自行 走出正確的這個山徑出來 由於黃姓登山客被發現時 在陡坡溪谷 只能先將人搬運到平坦地點 再申請直升機協助調掛 TVBS 陳出賢 陳家貴 裸心 南投報導